另外关系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收押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近周刊最新的报导表示 检联已经完全破解了柯文哲USB十大金主铺了光 也将会向法院来申请研压 那么侦据这个周刊的报导表示 金华城弊案的关键柯文哲USB随身碟 已经被检联给破解 其中是邱佩玲担任了募款大臣十大金主名单曝光 包括了科技大佬黄从仁还以介绍200万的标案 给募可公关承包取代现金 那么为了清查金流 预料检联会申请研压柯文哲等被告两个月的时间 还有橘子这位关键人物 已经被列为洗钱被告展开崔弃 好我们就来看针对周刊T报 有记载多位政商民流给的政治现金的记录 以此都透过了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签线 还爆料这个橘子已经被列为洗钱罪的被告 对此北检方面有没有最新回应 来下个记者姚依婷告诉我们 依婷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北检专办金华城案的最新进展 那么其实呢 随着赞压被告的击押期见满时间越来越靠近 大家都很好奇说北检接下来的动作为何呢 那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今天上午检方这边没有提讯任何的赞压被告 不过排除上午就会传唤其他的证人 来到北检这边来进行讯问 那么其实现在呢周刊啊以及其他的平面媒体又再度的最新爆料了 其实就说在这个柯文者以及陈佩奇的保险箱里面 不只有找到百万的现金以及价装珠宝等等 里头呢还有查获一个冷钱包 不过呢第一时间北检对外都是否认 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 他这个金钥匙的密码是实时没有办法破解 等于说追金流追贪污这部分就卡关了 由于说这个检方呢没有找到所谓的密码也就是注记词 注记词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来解惑密码的一个提醒 通常呢会是有八到十二个英文字母来组成 那因为实时没有办法解惑 加上说柯文哲对此呢都是给予否认的 而且呢沈正经又行使揭末权 所以呢最近有这部分就卡关了 如果能够确切的突破的话 就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所以呢检方呢现在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到 在日本迟迟会归的也就是柯文哲的贴身 秘书橘子的身上 一次呢他就是因为知情相关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才会在日本迟迟没有回来 根据周刊的爆料 现在检方已经将他列为洗钱罪的被告 不过对此呢北检表示说是毁在了解当中 那另外一部分呢还有找到一个关键的USB 也就是之前大家所说小省1500这个1500万的金流 其实呢USB里头还有藏着很多政商名流 政治现金的记录 那这些政商名流一次都是从这个 金融市的副市长邱佩玲来牵线 因为呢他跟柯文哲的关系其实是相当好的 那么其实检方日前也已经传唤过邱佩玲 以证人的身份来进行约谈呢 那么其实现在检方的下一步动作为何呢 大家都是高度关注的 那我们持续呢会在现场为您守候 有任何最新消息随时为您做掌握 另外评论媒体也报导说 检方有查扣了柯文哲的冷钱包 但需要拼码或是助记词才能够解开 柯文哲并没有提供出拼码 检方也没有搜到助记词 整个侦办陷入僵局 而外传关键金药就在柯文哲的心腹橘子的手中 专家也认为检方要破解大约只有九次机会 如果都失败的话 冷钱包就会被锁死 北检追金华城安在这周会有重大转变 外传检方确实有查扣到柯文哲的冷钱包 目前正在破解 要查出金流中的秘密 所谓冷钱包就是离线储存加密货币 冷钱包里装的不是钱 里面保管的是私钥 加密货币还是存放在区块链上 只是当你要移动这些资金 签署的动作是在冷钱包进行 所以想追金卖 只要成功进入冷钱包 就能反查交易记录 比对可疑金流 但问题来了 要打开冷钱包 必须要有拼码 若拼码医师 就得靠助记词远端还原 而平面报道 检方只查扣冷钱包 没搜到助记词 再加上柯文哲 没有供出聘马 侦败陷入僵局 假设要用暴力破解 冷钱包的话 聘马本身最多可能让你 四个九次 就是三次 然后停下来三次 三次 那九次他可能就把冷钱包清空了 因为助记词有12码 也有这个18码24码 那他的这个基数都非常大 他可能比如说2048的12平方 你要到破酒 我觉得其实有他一定的困难度在 专家强调 若同时忘记聘马和助记词 将永远无法找回 钱包内的数位资产 而柯文哲的心腹局子 徐止瑜在北检办金华城案前 一次就前往日本 也被传出关键金钥 就在他手中 如果检办目前查到这个程度 恐怕后面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才有办法来破解整个冷钱包 包括相关的金流的部分 就有可能用这个理由 来申请延长积压柯文哲了 局子被列为穷案重要证人 却始终没回来说明 对此北检回应 人在侦办中无法证实 无法评论 柯文哲9月5号被积压 坚持不抗告 还强调请检方在两个月内 穷尽调查义务会尽力配合 但随着积压起满 进入倒数 柯文哲还有多少没说 检方要一一查出 短新闻 小草群主不只声援柯文哲 还PO出这个截图 名字清楚看到是柯文哲妹妹柯美兰 点名要传话给民政党前理委蔡碧如 没资格泄露克服病情 请不要做一个令我感到厌恶的人 同时还要请蔡碧如 闭嘴不要谈论柯家人 哇这语气有够呛 连小草也说 干脆开除蔡碧如好了 根据了解 柯美兰会有这个回应 就是因为民政党代表肖贤益 21号在民政党党代表群组中 张贴蔡碧如20号受访 谈论柯文哲父亲影片 而柯美兰则在下午4点53分 这么回复明显表达不悦 对此蔡碧如目前还没有回应 不过柯美兰不满蔡碧如 谈及柯爸病情言论 已经在柯粉群组中炸锅 部分柯粉不满蔡碧如说错话 但也有人喊话不要分裂 这回柯文哲谈是爸爸事件延烧 蔡碧如回应的言行 不仅让民政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 立马打脸言论 似乎也让柯家人不太开心 东森新闻政中心综合报道 民政党万圣节前夕 要封建声援柯文哲 文轩大呛政府搞什么鬼 但是近期活动主打悲情牌 柯文哲积压期间 到底如何探视重病爸爸 意外掀起党内两女人论战 现在有房门吃假 那现在是这两天在交变化观察 18号应该是半夜吧 柯主席有去看的爸爸 去探视的时间点并不是所谓的深夜 大概是在傍晚的时间 柯主席本身他就是那个 家务病房的装科医师 有朋友就是把柯爸爸的病例 迈进去给他看 主席是这个积压禁件 所以积压禁件期间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 带着病例进去给柯文哲主席 来看这样子的状况 陈志涵直接打脸蔡壁如20号说法 对此致电蔡壁如强调上班时间不方便回应 只受回顾柯文哲探视爸爸说法时间轴 10月19号柯文哲妹妹柯美兰 才落泪说得独自面对爸爸病情 同天党内李国璋更是大探 柯文哲可能还不知道 柯爸转入加护病房 这次20号就有科粉疯传 柯文哲18号已经到台大探望爸爸 随后民主党发言人戴玉文 仅表示家属确实有将病危通知 交由律师代医规定提出申请 晚间蔡壁如就证实此事 但21号陈志涵立马打脸蔡壁如说法 有非常多错误 他们为了持续要升温这样的战术 或巩固小草 不惜的把柯文哲家人的病情 来传达给所有全台湾的媒体 柯文哲在礼拜五的晚上 已经去看过他爸爸了 那我都不懂为什么民众党 在集结的晚会 居然还要说没有 前幕聊话说得酸 如今民众党忙着对外 但党内斗争似乎也从主席事件 各有说法秀出端倪 东升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